車輛請向左右兩側 後方引力要救護車線 救人十萬火急 郭道遠景的紅白馬車 逆向行駛在台北市區 周末晚間車全塞在一塊 警車不斷鳴笛 和時間賽跑 終於到了醫院急診大門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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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救的是桃園一名四個月大男嬰 因為早產患有嚴重的猴頭軟化症 當時在馬街醫院做氣切手術 2月11號晚間 氣切出現出血現象 必須立即就醫 男嬰父親先是撥打119 卻因為醫療體系問題 只能送附近醫院 他因此決定自行北上就醫 同時向國道警察請求協助 接獲電話 國道警察先是提站五系高轎上 等待男嬰父親的車輛 接著一路鳴笛下交流道後 遇上台北市年貨大街 時間緊迫 警車一度逆向開道 迅速在10分鐘內抵達醫院 接獲民眾的請求協助 我們就馬上派員警協助 那這個案子比較特殊 它是從桃園市的平鎮區 是跨醫療體系 所以我們國道遠景 就及時派員警協助 男嬰目前狀況穩定 住院觀察中 國道警察將證斷救援影片 PO上網 也讓網友紛紛按讚 直呼國道遠景真的是好友愛 大家喜歡黃聚天許銀豪 台北報導 enrich